再来关注疫情之下 美国冲击到了经济 犯罪率也盘升了 从洛杉矶到纽约都出现了随机伤人的事件 洛杉矶接连传出女大生在工作的家具店 被游民无故的刺死 还有护理师在车站被攻击推倒 而头部重伤不治 纽约地铁日前也有一名华裔女子 被随机的推下月台致死 犯案的是一名61岁的街友 纽约市民对于地铁里头有大量的街友群聚 成为了犯罪温床都觉得很恐慌 这恐怕是贫穷的现象加剧了 尤其在美国的大城市 显现的恶果更为明显 因为疫情已经两年多了 有钱人更有钱 穷人却更穷 国际的慈善组织乐师会就有报告显示 全球前十大的富豪资产 在过去一年翻了一倍 从7000万美金涨到了1兆5000亿美元 平均每天增加13亿美金 而全球99%人的收入都下降了 主要是因为各国的央行到股市易住资金 加上房地产的价格上扬 所以富豪们的口袋越来越深 对着媒体失控咆哮 61岁的嫌犯马歇尔 上周六在纽约繁忙的时报广场地铁站 随机推人 导致40岁的华裔女子高慧明 被推下月台后遭及时而来的火车撞死 市民18号为他举办追思会 不舍他的离去 更担心纽约治安每况愈下 尤其是纽约市地铁 对通勤民众来说 这里皆有群聚 是繁华大苹果的黑暗死角 纽约市民人人自围 才上任半个多月的市长亚当斯 几乎没有蜜月期 统计自今年元旦到1月16号 纽约市的抢劫 重伤害和窃盗犯罪 都比去年同期还要高 市长亚当斯与州长霍楚 推出计划 整顿纽约地铁治安 改善计划重点 包括动员社会福利机构 福岛地铁中数量庞大的街友 根据纽约邮报统计 光是去年夏天受疫情影响 纽约地铁的街友数量 暴增45% 此外也会增加警力进驻 而上任第一天 就搭地铁通勤的纽约市长 承认自己在车厢内 并不感到安全 纽约市民则认为 亚当斯身为土生土长的纽约人 又曾是当地警察队队长 这个常年弊病 现在才着手阴影 未免太后知后觉 不只纽约市区街有问题 近期洛杉矶接连发生随机攻击事件 死者都是女性 一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24岁研究生库博 上周在工作的家具卖场被人拿到刺死 警方寻线找到无业的31岁 有多项犯罪前科男子史密斯 他在犯案后还若无其事的到超商买东西 另一起案件受害者为70岁的护理师雪儿斯 他清晨要搭公车去南加大医院上班 遭街友随机攻击 他摔倒后头部严重受创 送医后不治 洛杉矶警方将这两起案件 归纳出两大社会问题 心理健康和街友数量庞大 而疫情正是这些社会黑暗面的推手 国际慈善组织乐视会 本周发布报告指出 新冠疫情流行近两年 重创各国经济发展 全球99%的人口收入都有所下降 预测到2030年 全球将有33亿人生活在每天5.5块美金 约合台币150元的水准之下 那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疫情间各国银行往股市砸钱支撑经济 而股市增长 房地产价格升高 让金字塔顶端的富豪们收益翻了一倍 估计全球前十大富豪 个人财富从7000亿美金增加到1.5兆美金 平均每天增加13亿美元 在达沃斯论坛前已有报告建议课征付人税 约能筹到2.52兆美元 约合台币近70兆 能帮助全球23亿人脱离贫困 还足够支付生产疫苗 让全球每个人都能接种 GBS新闻综合报道